大家好,歡迎收看IM梅核實 今天華哥在這裏 好,點? 恆生之數好像不錯,這幾天好像 1600億成交,其實算是不錯 算是不錯,上不到50天 但也好,暫時只要下跌勢 這個絕對是 但會不會是虛火? 很擔心是虛火的 但成交算是足夠 擔心不是成交不夠 如果說升幅和技術走勢 成交算是相當配合 加上今天又不是有換什麼富士、MSCI 所以來說,成交也挺好看 但唯一擔心就是我們看到有些叫做 所謂死期 根據私人銀行透露 下星期一、二就是恆大的美金債 它已經有兩筆美金債 是未還息的 原本就上個月要還的 一般來計算是30天 之內還得到也不算是違約 星期一、星期二分別有兩批到期 如果還不到的話 基本上來說,內房股、內房債 又會來一個恆大債務骨牌效應 這次就真的違約了 這次恆大違約 真的違約 花樣年就違約了 但恆大違約當然是嚴重 上個月本身就23日 9月23日 和9月29日本身就有兩筆 兩筆的美金、美元債要還 但就沒有還到 一個月寬限 如果計算30天的話 應該就23日 下個星期了 下個星期就要還到錢了 現在不是說還錢 不是,你應該說要付出息 因為那兩個債券 兩個債券 一個是2022年到期 一個是2024年到期 如果是付不到的話 也挺嚴重的 是嗎? 付不到 那你就會 那個債主很尷尬 追不追它好? 即是搞不搞它好? 債主那些是不能說的 因為通常很多債主 都是一些高息債券基金 是 那你作為專業資金管理 怎樣都不追 你不追的話 別人會懷疑你 是不是跟恆大有什麼未來和別人 這些是咖啡佬的個案 是嗎? 是 難道你要去邀記那裡喝咖啡嗎 是 但是會不會真的 申請可能要破產 清盤那些東西 會不會搞得那麼大呢? 這些通常就只是一個開始 沒有那麼快會知道 是嗎? 但是你本身違約了 你連恆大其他有些 未需要付息 未需要到期的債券 都會一拼給人降歸 還有今時今日的私人銀行 其實都很荒謬 好像做股票一樣 一樣有借錢給你去買債券 某些債券可能可以借到七八成 那麼高於普通股票 最重要的是 恆大是一個版 恆大為了約 恆大的債券 固然就孖展 可能由五六成變了零 然後融創又變零 你想得到的陸續變零 那就可能會令到債市 有一個連環斬倉風暴 是 不過你不要說 剛剛我都在Brumberg Gate 按了一按 我都發覺 恆大債務問題是嚴重一些 但是有些債務問題是好些的 就是那三條紅線都不是全都踩 譬如寶龍、合景泰富、碧桂園這些 都叫做比較好些 但是他們的美元債的債價 你看到都是在這個月頭開始 就開始跌下來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害怕 可能安全一些的公司 會不會整個內房的危機 其實都還是一個發展的階段 我想其他債跌下來 就多於說有些在私人銀行買債 就動用孖展 可能私人銀行就將孖展一路斷 例如你說的那幾個債務 是可以按六成、七成的 可以斷到三成 你還不到錢的 自然要在市場裡賺出去 賺出去的價格就低了 都應該是幾大機會 如果他們沒有碰到三條紅線的任何一條 即是都安全 但只不過可能是 即是債是違約機會低 是 但是就因為買去那些所謂相對的散戶 借盡馬展 是 給銀行下雨收傘 就自然要沽 是 這樣的機會就大 那些都有問題的機會 是 香港也有多人買這些內房債券 私人銀行那些 我看見都很普遍 其實就算大家不明白 如果你在NPF裡面 你有買一些叫做亞洲高息債券 其實有很多內房的 因為其實整個亞洲上市公司 或者非上市公司發的債券裡面 最比賭息、最肯比息 大部分 頭的25% 多數都是中國的內房 所以你不覺得 NPF 你剔錯了 你可能下個月 你去看一看 你的NPF 咦? 為何少了錢? 少了錢 多數少了在大中華高息 或者亞洲高息債券基金那裡 但都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的債市 你會不覺得 那些人 我會不覺得 我會不覺得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沒有 你不覺得